大家好,我是贵阳的汤心剑 这里是集落科与教学于一体的实用硬笔书法第四课 横竖均分练习 首先呢,我们实用硬笔书法的教学呢,主要是针对应用 所以呢,我打算从形凯开始 就是介于形书和凯书之间的这种字体 那对于实用而言呢,我们就先从结构开始 而不是从什么横画,竖画,钝笔怎么写,纳的笔峰怎么出 笔画的细节我们放在后面,再来慢慢处理 我们先把结构写好 对于硬笔而言,你掌握一个结构的感觉 比你去描好一个笔画的细节要有用的多 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要正式进行一定的练习了 为了不让这个练习显得太枯燥呢 我第一节课我找了一个词语 三生三世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是横竖的均分 好,首先我们再来写一个 做一个动态的演示 三 好,除了在横和横之间 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连带关系 连上丝以外 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三横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间这横最短,下面这横最长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看一下 第一横和第二横之间的距离 以及第二横和第三横之间的距离它们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横画的一个均分 它要把它平均的分布 让这个结构平均的分布 然后还有一个小知识呢 就是一般情况下 短一点的横 我们可以给它写的斜一点 长一点的横呢 我们给它写的平一点 而且呢,通常有一点点往上拱 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 所以三,我写大一点 在这下面写大一点 可以斜一点 带回来斜一点 最后拱一点 往上拱一点 这个写的稍微夸张 它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深 同样 深的第一撇 我们可以在行书当中呢 可以和第二横连在一起 变成这样 深 然后带上去 先写竖 它和凯竖的笔顺不一样 然后横 横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横画的均分是这样的 第一横 第二横 第三横 它们之间距离是一样的 你在进行练习的时候 重点注意这个东西 把它写成一个自己的习惯 甚至我如果把 顶上的这个尖 竖出头的这个部分和它连起来 它也是平均的 当然 左右 也是平均的 你如果能够注意到那么多 同时注意到那么多方面 那当然也可以 我们先把横画的这个均分线给它做好 那这个地方还 也讲到一个小知识 就是 下面的这个东西 它叫做土线结 土线结 就是土字 土 就是像一个土字 先写一竖 再写两横 看上去像打了一个疙瘩一样 这个叫土线结 其实很多 很多字里面不光是生字 比如我写一个里字 里外的里 它也是 先写竖 最后写两横 形成了一个 图线结 当然这个里字 你看一下 所有横画之间距离也是一样的 三生 然后这个刚才来一个三 三字我就不再讲了 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式字的写法 式字刚才我写错了 被我很精明的已经剪掉了 然后现在 式字先写一横 形数的写法是这样的 竖 竖 竖 横 其实它中间省掉了一横 但是形数当中呢 是会省掉一些笔画的 这个字呢 看起来也流畅一点 这样写法看起来也流畅一些 好 然后这个式字呢 也要注意 这个式字我们就重点看一下 它三个竖 虽然有点小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见 它之间的笔画关系 位置关系 它是均分的 甚至你把左右 横出头的这个部分连起来 它也是平均的 有同学会说 这样写是不是太死板了 我们先写死板吧 先这样把它写好看 再追求那些变化 否则你说不死板的话 我瞎写 那也是不死板 好 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们这个练习 也就是那么多 然后 大家可以先做 就做这样一个练习 三生三世 再做一个整体的演示吧 三 这个写的扁了点 再来一个 生 生 三 是 好 你学会了这套东西呢 三生三世 就已经可以给小姑娘 写 写个情书了 写个简单的情书了 但是呢 小姑娘呢 也要聪明一点 会这样给你写情书的人 通常还没有分清楚 生和事有什么区别 什么陪你三生三世啊 这种事情 说实话 能够陪你到大四毕业 就已经算是好男人了 那什么才是 真正的好男人呢 就是 不计较任何报酬 也依然认认真真 给你们录教学视频的男人